大家好,我是张铭 今天我们讲座开始 我们讲座的题目是 村居一刨哥 这个 之所以讲这个题目呢 是就是说 最近我对这个话题比较有兴趣 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话题 这个 什么叫刨哥呢 实际上呢 这个简单的说呢 就刨哥就是歌老会或者天地会 在这个四川的 这个主持就叫刨哥 这个当然这个有研究者呢 会把说的很复杂 就是好像甚至有时候 是跟那什么四川一些小民族 都有关系 只能说这个天地会传到这个四川之后啊 他的情况呢 就是比较复杂而已 他不能说他不是天地会 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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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老会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歌老会的一个分支 或者是一个别称吧 歌老会或者天地会呢 就是他自己有一套说法 他什么时候起家呢 他有一套说法 就是什么反清复明的呢 什么这一套 但实际上都是鬼话 这个歌老会的出现呢 实际上就是在清朝盛起以后 就是乾隆 所以康前盛世之后就出现了 因为那个时候人口激增 土地呢开始变少 然后呢这个服务服务 土地人比较多 然后离开了土地 离开了宗族的这样的一些主 那个人呢 需要找一个自己 需要搞一个组织 于是产生了天地会 或者叫歌老会 天地会歌老会 红邦其实都是一回事 但是他们的在各地的名称不一样 有个还叫红江会 三点会 三合会 是叫刨哥 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实际上都是一种组织 但是这种组织呢 它确实很松散 就说我们什么讲 哪里的总舵主啊 什么都是扯淡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没这么回事 他倒有双龙头大爷这回事 但是他也都 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说 一坨一坨的 就是这一块一块的 他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组织 所以他称呼都不一样 很乱 到了晚清卓组织比较发达了 相当发达了 它基本上是一个这种 就是说的 就介于这个 这个就是半黑社会的这样一种组织 因为官方不容他 官方不容他 但是官方也剿灭不了他们 他们呢 也不可能就是有正当地位 而且呢 一般的 一般来说呢 就是各地的 就是这个外国的四身 江身的是不 是不参与的 不参与的 但是在四川的情况不太一样 啊 我们看到民国的时候啊 几乎 川人 所有人都是炮哥 不管他是不是深深 啊 不管他是不是有地位 都是炮哥 只是说 分成清水和 和左水的 左水的就比较 比较差一点 就是说什么 山山土匪的都干这种人 啊 这种叫左水的 清水的就是一般的 在家的啊 在家的 那么当地的乡亲一般也都是 都是炮哥 不可能不做炮哥 不是炮哥 那个没法 就是没法混了 这个转折在哪呢 就是说 这个转折是在西亚革命 在西亚革命之前呢 世上跟其他地方一样 就是说呢 正经人 就是乡亲是不参加炮哥的 炮哥就是一种 呃 纯粹民间组织啊 或者是民间那种 不太合法的组织啊 待遇在邪气的组织啊 那个 但是西亚革命改变了这些 改变了这些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西亚革命的时候呢 西亚革命还没等 武昌起义还没爆发呢 四川已经开始乱了 啊 人称是叫说 天下卫乱 孰先乱 天下已至孰会至 呃 四川就是这么一个 好闹事的地方啊 啊 闹事的地方 所以四川先乱了 现在因为保禄运动 闹选了 各地的保禄同志军呢 很多都是炮哥组织 但是呢 这个保禄同志军跟那个 以前的炮哥 炮哥也有也有武装啊 但是跟以前的炮哥武装不太一样 就是他背后有乡绅支持 因为乡绅在这个 呃 铁路公司有很大利益 所以他们他们要保禄嘛 啊 保禄嘛 所以呢 就我们就看到了 炮哥跟乡绅开始合流 啊 开始合流 后来呢 就甚至闹成了 我们老西亚革命也成了啊 成功了 成功了 这个同志会 也就是炮哥的立刻打工了 啊 打工了 就是反行起义 他们变成了功臣了 所以呢 就是四川第一任都督啊 无论是在成都的这个都督 还是在重庆的都督 他们都变成了炮哥啊 打炮哥 呃 就 这个尹长恒 呃 这第一任都督啊 他就在他们 在在这个四川的公府 打开山堂啊 就是 就是所有的 呃 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公口 所以实际上 那这样就等于 等于把炮哥就是 这个正当化了 公开化了 炮哥又从地下变成地上了 就这个 反行起义嘛 反正他们自己标榜自己 就长期反行 是反行复明啊 其实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其实 其实炮哥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 虽然因为官府 缴他们 他们有反官府的这样一种意象 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想推翻这个秦皇朝的啊 他并不是有这样的自觉啊 并没有这样的自觉 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用的 比如在其他地方是被革命党利用的 在这个在四川就被一些私生给利用了啊 等等啊 这样的情况 这个呃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炮哥啊 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 刚开始露面 刚开始登台的时候啊 因为他跟那个 就是就是正那般的变成了 就是现在的统治者就变成了炮哥了啊 不光是这个 不光是四川 像陕西那个哥老汇他们也是啊 哥老汇首领 就后来都变成了这个 陕西六大都督嘛 六大都督全是哥老汇头的啊 这个呃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当时挺普遍的 就炮哥都全 这个这些 就当天地会哥老汇全冒出来了啊 全冒出来了 但是炮哥 这四川是最厉害的 因为其他有些地方呢 你比如像湖南 开始炮哥冒出来以后呢 后来又被这个 四川给镇压了 四川赶走了 赶走了啊 但是那个四川 炮哥始终是在面上 始终在面上啊 这个 后来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种炮哥的武装 也就是开始 这个塔尔皇子的出现了啊 就是在大街上招摇了啊 很多炮哥 呃原来就是 呃都是一些 这个人不欺而小混混 现在都变成了 人们说 什么团长 营长呢啊 那都都开始 跨了 跨了盒子炮了 啊 很神气 啊 神气 那个 袁志凯当家之后呢 就开始整顿 所以说那个 这种炮哥武装呢 就开始 这个消沉了一段时间 呃有的就被解解散了 有的就被削鞭了 等等 反正 总的说他们是 又开始 有一段 一段消沉 但是并没有被消灭 大家记住啊 没有被消灭 以后呢 成立以后呢 这个我们知道 蔡娥就开始讨原 他讨 蔡娥讨原军第一站 就进入四川 啊 进入四川 他进入四川之后呢 呃 袁志凯当时由于这个 整个的国内形势啊 他虽然派出了很多兵 去这一区 去打蔡娥 但是当时的情势 他打不了 因为 就是这个人心不稳啊 他的成立有点 就是这个 时机非常不对啊 这个 加上四川呢 是这么一个 刚才我说过 是一个比较好乱的地方啊 那刨戈武装呢 实际就没有 就没有 没有消失 还在 这一 蔡娥一进来一打 倒是没有把袁志凯推翻 因为袁志凯最后 实际上都死在北京嘛 蔡娥也没有出 也没有打出四川 但是呢 他把这四川给搅起来了啊 本来呢 是一台净水 他一下变成了 呃 这个一个漩涡 就说 这个这些各地的这种刨戈武装啊 就 趁势而起 这一下子呢 就是说 这个四川就乱套了 这一乱套之后 确实是也 也 袁志凯事实上也不可能在 四川把菜额给消灭了 给 给打回去了 啊 这个 四川就开始大乱 就开始大乱 啊 大乱 完了 最后我们知道 就是随后 就是 随后就是 骑击并起 啊 骑击并起 这个最早的一波 就是说呢 因为 因为蔡哥进了嘛 就属于电军进了 电军进了 后来 那个千军进了 就是云南和贵州军进来 玩去掺和 开始就是说呢 大家开始把这个 这个电 把这个云南和贵州军队赶出去 啊 因为 穿人 穿人反正是在一个 就是说 觉得你们 你们不管怎么地 你们你们来统治我们 就不行 就打 终于把这个啊 这个电军和 这个千军赶走之后呢 这个 然后呢 就开始 他们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那个 就原前国民党部队 就全在国民党名下 比如熊克武的部队 就是开始捉大了 啊 饿了 完了 谁呢 就是这个进步党的 就是 就是 梁启超进步党的部队呢 啊 也开始捉大了 而他们就开始 又开始打这 这两支部队 然后这两支 当然是 进步党部队主要 主要是 背后还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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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军啊 完了最后 呃 然后呢 最后最后 这两个 就是 戴勘和这个 全克武都被 这四川的土著 这帮 呃 军阀给赶走了 啊 都都轰走了 啊 轰走了 然后就变成了 他们自己之间的互相撕杀 啊 互相撕杀 呃 这一头呢 你比如说 呃 这些人物中呢 你比如说 这个 刘湘和刘文辉 素子两个 开始呢 是刘文辉 势力比较大一点 啊 刘文辉是小 是叔叔 刘湘是执着 后来是刘湘 做大了 这个是这俩 这俩 完了还有杨森 呃 这个 还有刘存厚 呃 都是原来的 都是原来的 这个 就是都是呃 原来的各种各种流头的 都是比如说呃 日本诗文学校毕业的 比如说是保定学校毕业的呢 比如说是川军啊 就是川军那个呃 江辩学堂毕业的呢 等等的这样一些呃 将领 他们全都冒帅了啊 全都冒帅了 他们的武装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们的武装基本上都是炮哥 他们自己也是炮哥 啊 自己也是炮哥 他们武装都是炮哥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很有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 这些军军头啊 这军头都有自己的敌系部队 他敌系部队是跟他走的 他就他们经常经常来 来回窜 到时候这个房地经常转啊 他的敌系部队跟他走的 但是还有一些呢 还有一些呢 这个人呢 他们属于地方性的炮哥 或者地方性部队啊 你比如说这一个县 可能就是一个营啊 这个营的武装 他是不跟别人走的 他是不跟别人走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待着 这个地方是我的 是我的地盘 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炮哥呢 实际上都是我 都可以编入我的营里头啊 这个营长呢 可以是说当地的乡村 也可以是就是原来的 就是一个炮哥头子 啊和头子 不管谁有势力啊 因为炮哥就是这样 炮哥呢 就是不管谁有势力呢 咱们都得按这个炮哥规矩来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呃 就是就守这个家乡啊 守家乡 呃 你们打仗 你们谁打赢了 啊 或者谁看着要赢 我就挂谁的旗子 啊 我这旗子 那时候也很简单 你比如说 你说挂了呃 刘文辉的旗子 那你就 你就弄出一个斗大的刘子 就可以了啊 你要挂杨森的旗子 就一个大宫 斗大的杨子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你要如果再积极点呢 你可以换他们军装 你看不积极的 你就挂个旗子就完了啊 挂个旗子来了 然后呢 你就宣称 你这个营是他的啊 等换人了 你再投奔别人了 你就宣称 你这个营 是那个 是那个人的啊 你都可以来回换 也没人怪你 就是没人说 你这个上山木寺啊 什么什么三星家奴啊 没这回事 因为 总的来说 他们都是刘哥 都是刘哥 刘哥各不相吼 各不相 各不相属 相打仗 但是呢 都是刘哥 各个军阀打仗呢 也是这样的 就说 比如说 我把你打败了 打败之后呢 你的家乡 你的老父老 你的这个 妻子儿女 你可以不走 比如成都 你被人炸了 你你你你家 你可以完全不动 你就放那 我来了 我我进城了 我绝对不会 骚扰你家去 骚扰你 骚扰你家眷 不会不会 不会到你家里去胡闹 不会抢你东西 这是规矩 而且呢 他会拍个电报给你 说这个 你的家 你的父老 你的老父亲 由我来商量 就是说 你虽然是怎么样 咱们怎么样 但是呢 你家的事 我兄弟 我替你担着 等等的 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就实际上 他们这个关系啊 就是大人物 都这样的关系 所以最初的时候 的川普打仗啊 就成都从来没发生过 特别大的雪战 啊 特大雪战 就一般差不多就撤了 撤了 有时候打一打的 也是挺热闹 也是挺挺好玩的 就是好多成都的邪人呢 就要看足球似的 搬凳子去看 看热闹 啊 因为好玩嘛 啊 就这样打的又不是那种 你死我活的那种 就大家都都挺客气啊 很客气 然后呢 你输我赢的 这个那个时候呢 这个争夺呢 你当然有利益争夺了 有两个东西 有两个点是必须争的 就第一个呢 啊 这个第一个呢 什么呢 就第一个是知贡盐景 啊 我们知道那时候 四川出盐 啊 这个 知贡的这个盐 内陆盐 是比那个海盐 还好的盐 是特别好的盐 所以这个盐景的收入 特别高 啊 特别高 所以你看我们的盐 就盐帮 盐商 四川盐帮是一个大帮 是大商帮 他后来他甚至有自己的这个卫队 自己的这个武装 啊 自己的武装 呃 枪还特别好 啊 特别好 所以盐帮菜也是 也是别具一格 啊 所以就 就这块颖 但是这块颖呢 你这上面还有 还有还有军头嘛 不要争 不要争 呃 第二个呢 就是争这个鸦片 啊 鸦片 那么 四川鸦片是仅次于这个 就是仅次于这个谁啊 仅次于云土的 啊 川普仅次于云土 所以往外输入是一种大收入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抢这个商道 啊 抢商道 这个后来 鸣辉 不是这个鸣辉 后来跟 跟那个 跟那个 刘湘打起来了 啊 就为什么他打败了 啊 他就是因为这个刘湘 控制了商道 啊 商道 所以这个是提争的 这两个 还有一个要争 就成 成都争什么 成都争什么 成都争的 就是 就是 四川冰工厂 这个四川呢 这个冰工厂是早建的 就是四川冰工厂是 早 很早在晚清的时候 就晚清 晚清 所以洋芋洞的时候 就开始建了 建了 但是一直呢 就是 这出产的产品不佳 就是四川那个 那个钢一直都不是很好 所以四川冰工厂 造出那个 就造了部枪 造了个部枪呢 还不太好使 就是一般的说 你要打打枪啊 连打个四几四几八子弹 然后就 就打不了了 就那 你要再打的话 从这个枪口直接 嗯 最低 啊 最低 就这种枪 但是这种枪也争 川军呢 就整个一直到 抗战的时候 他们的武器都 都很差 就他们相当一部分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呢 都是拿着我说的这种 川罩的部枪 说土枪倒不至于 但是这种川罩部枪 也就能打个四几八 然后你就冷却了 不冷却 他又打完不了了啊 就是 确实是 就四川军法 四川军人爱打量 但是四川军人打量呢 不激烈 不玩命 同时他武器不是太好 啊 武器一直不太好 这个也是一个特殊情况 那么刨哥 就这些刨哥武装 刨哥武装 谁就是刨哥 因为就是有武装 刨哥 因为后来就是那个 现革命以后 他们都为武装 啊 就是塔尔皇 就在用枪 而且民国呢 就是这个 呃 这个国民有 用枪 这是合法的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啊 不是丢人的事 这个 所以呢 就是他们也都为武装 对武装 所以所谓刨哥 这些基层组织 就是或者说这些军阀的基层组织 实际上就是一些地方 地方刨哥 他们呢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就是你说他是归谁的 他们谁都不是 他们就是刨哥 刨哥 刨哥里有混大的 比如说他们也从地方混起来 就像那个范哈尔 啊 就是 这个范哈尔就是从刨哥混起来的 啊 混起来 他混起来以后呢 他就混大了 他就不在地方呆子了 他就 跟着往上走了啊 结果混成那个师长 是混成军长 啊 后来又被刨翔给 给给免职 他又觉得很不服气 然后他又是利用 他刨哥利用很多 因为这个人也比较仗义 啊 比较仗义 后来就开始黑刨翔 刨翔死下最后死 是被他黑死的 啊 被他黑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他大名叫范孝征嘛 但是人都 都是穿多 就发哈尔的 呃 这个人就是刨哥 他也刨哥大爷 但是刨哥气很重 很很重很重的 上面一输才 啊 为人非常好 因为那个杨森和他都很多小老婆 杨森小老婆如果是跟别人跑了 他追到天涯海角也把你拿回来 他又被你堕了不可 但是范哈尔 就是范少征的小老婆 如果跟别人跑了 那就一笑自知 如果他要看 他要觉得还不错 甚至他可以给你一笔钱 啊 他就好几次 他的小老婆跟他那个 小外联 小外联 私奔了 啊 那么穿 穿妹子也比较 也比较浪漫 啊 私奔了 私奔了他都 都不杀人 都不杀人 所以他很仗义 就是他是彭格气很重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到了 他到了上海啊 那个 那个 那个杜月生对他特别好 啊 对他特别好 就不像别的 就像不像别的 这个刨哥大佬 杜月生根本就不采 但是杜月生 对发哈尔是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因为 发哈尔这个 仗义 就是 这个刨哥嘛 乌尔青帮红帮 无论是个老混天机会 你这个仗义 很必要 这个刨哥组织啊 他们说就是十排 实际上这个 一般都没有四排和 这个七排 排就是一个 一个职位 一个职位 老大 啊 就是就是这个 舵主啊 然后下面有 呃 这个呃 七个 七个职位 这些最小小小小 然后呢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有军队的话 你就变成什么 排长啊 连长之类的 比如说排下来就完了 排下来就完了 他呢 是平时呢 就是说呢 这些刨哥呃 或者是呃 他刨哥有有乡村直接做的 也有说是 就是老刨哥呃 干的 但是刨哥的大爷 就舵主嘛 他也必须有一个本事 就是你必须会弄钱 如果你老刨哥 你必须 经商 你得外去 比如说 放放盐土啊 放放盐什么的啊 否则你没有钱 当了大爷 这么说呢 就是你刨哥啊 你不管谁来 就是当地的这个事啊 你得管啊 你得管 当地的比如说 公益事业 你得管啊 当地的这些 这些 这些这个纠纷 你的调解啊 当地的一些 礼俗事务 你得参与啊 你得参与 你不参与不行 然后呢 比如说外地人来投奔 就是外地的刨哥来投奔 或者是各老汇来投奔 他们他们都有一套海底嘛 海底是基础相通的 不论是青帮的 还是不是红帮的 还是还是各老汇 他们都是还是刨哥 都是都是通的 就是首饰 查备阵 这种 你一把这东西摆出来 或者在队上的暗 队上黑话 在黑话一队 就知道是自己人 那你 他有什么事来求你 你就得帮 他又没饭吃了 你得管 所以这个舵主不是好当的 你要 你要是没两下子 没点钱 你没有收 没有大体收入 你当什么舵主 他说你赔死了啊 还真有数当舵主 把自己当赔了 把家人当梅子的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撒的 但一般来说呢 就是当舵主有两下子 说他会 能傻钱 我还傻钱 但是也会挣钱 都有这两下子 所以他能当舵主 他就是 就是维持这个地方 地方 然后呢 我这个武装呢 平时就是说 我可以防 可以防一防 比如说你这个 你这个打仗的时候 你知道这帮军 打仗车打 你说你这第一期武装 打散了 比如说散兵 如果来抢留我们的地方 怎么办 那我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挡你 我这个地方就可以 就可以把你缴械了 你就不敢胡来 如果那土匪下怎么办呢 那就是 那左水的 如果是你真是 刨哥 如果你是 你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跟这个当地有关系 你是不能来抢的 如果你一认抢呢 你是犯规矩了 如果别的地方来抢 那我就可以给你打回去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呃 就是川军混战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 因为战争力度不高 而且 几几几几成都差不多的 就他们就来回倒 他并不真打 不是说我们跟哪个线 一个线一个乘一碗攻 所以川军的混战是最最 频度最高的 当时在全国来讲 他们的混战层频度最高 比任何一个地区都频度高 但是呢 死人不多 伤害也不大 但是还是该过日子过日子 你打你的枪 你放你的炮 我该我该干嘛干嘛 所以 所以他们 其实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那个外面军的打去玩 无论是那时候这个殿军呢 前军呢 后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呢 他们都害怕 还有红军他们都害怕 啊都害怕 他们是拍外面来 所以这个 对他们来说呢 这个就是这个生活啊 就是这样的 就说 就是这个 呃 你说这个平时就是 平时比如说一般的一个村镇 一个镇一个镇 一个都有个茶馆 茶馆呢 就是一般的这个刨戈堵主 都在这个茶馆里 啊 茶馆里头呆着 啊 他没事干就是呆着 啊 这个茶馆呢 就是这个一个 这个地 此地 这个这个镇呢 在公 公共的中心 啊 一空间 你有什么事 平时大家有什么事 不好的来 完了这个 这个堵主给你去 给你解开 给你去调解 啊 你也不用打官司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县长也 也是刨戈 所以你 这个刨戈这事 摆平了 县长这就摆平了 啊 县长也不用 不用再特别的去 死案子了 啊 所以 那这个事呢 就是他 他实际上 但是他这个事 你说 其实就是说 呃 我们以前 那个乡村也是这样 清朝的 中期 以前乡村也是这样 就是他 他是什么呢 他是乡村主导的 比如这茶馆呢 是乡村在管 呃 你赤讲茶也好 你是调解纠纷也好 你办公室也好 是乡村主导的 那么 各老汇呢 他是在边缘 在外面 他他没有进入主流 他是一个 呃 因为政府 政府增压他们嘛 所以他们是在 是乡村之外的 乡村也 也不看不起他们 但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是私传就是什么呢 等于说 就是 他把这个 就是他把这个什么 他把这个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不可法的 这个组织啊 变得合法化 然后呢 这个乡村参与进来了 啊 利用这个组织 实现了什么呢 就属于民间自治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他这个社会啊 他这个自治的 这个就是 一贯的 他都有自治的传统 因为 因为这个 政府 他那个时候呢 这个能力有限 他他没法变成一个大政府 说 把每个戏袍都管起来 这是秦朝曾经尝试过 就是在乡 这一级社政府 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戏 就知不知 大家觉得乡制 你设不了 政府 社政府也白设啊 政府就 白 白设这些官员 这个也不行 不灵 于是就是地方 地方呢 原来后来是 现在豪强啊 什么地方的 后来变成乡绅呢 他们来自治 他们来管 所以呢 政府呢 就是 他们就 政府就现一线啊 就不下乡 什么时候下乡呢 就说 比如说你这出了大案子了 啊 比如说 你这个地方 要该征粮 比较难征了 就是他这个 就是说这个 就这个时候才 县官才带了牙医来下乡 就是有大案子的时候 比如说 这还有时候 比如说 征粮表在南征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 他们才会出现 其他时候就是乡绅自治 乡绅自治呢 这个政府也把一把一部分权力 给都让给他了 就是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宗族可以臣谈 可以把人臣谈 什么呢 就是那些犯件做科的人呢 啊 比如说 你把这个 宗族之内 你乱伦了 这种事儿呢 就可以把你绑起来 弄个 给你捆起来 弄个 弄个 淹死 那你猝死 你说猝死 按照就属于政府的权力 是吧 行吧 但是政府就可以默认 默认象征有这个权力 就是默认你管 就是你管 你你管这个地方 小的纠纷 你就可以处理了 你就不用金官了 啊 这个 呃 一些经济纷也是如此啊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 就是以前是乡绅的 是这么干的 是乡绅自治 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刘哥自治 那刘哥里头呢 实际上就是乡绅的权力 已经跟刘哥的权力呢 混在一起了 为什么呢 就是同志 就是保禄同志会 保禄同志会 这个这个契机 然后西安革命 这个契机 使他们实现了这样一种 融合 而那个 我们知道 在革命以后 实际上 尤其是这个 呃 就是反元起义之后 反元之后 实际上中国就有一个 军阀混战时期 就军统治 军阀混战 在这样的情况 这都是一个 不正常的一个 政权形态 政权形态 应该是文质的啊 这是个不正常的 这个形态 不让一带怎么办呢 那个 实际上是 都是临时状态的 那么临时状态呢 实际上对这个 地方的 这个 扰害就比较大 啊 这个 就地方扰害就比较大 有些地方 你比如说就被 扰害得很 扰得很厉害 像湖南呢 比如说这个 像河南呢 这些地方就是 老大老大 这个地方就是这种 原来 也原来 先生治 没有了 但是也没有形成一种 新的治治形式 所以呢 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乱 比较乱 所以后来 这个像河南农民 河南农民 江西农民啊 河南农民就开始搞 胡江会 啊 他们也是 就利用这样的组织 胡江会就 就类似于义和团 就利用这样组织 也是 也是搞治治 但是这个 这种治 就是红枪会这种 这种治治 因为他太有迷信 这才嘛 就远不如刨哥这种组织 刨哥组织 刨哥它实际是一个壳 这个壳 但是我利用了 我就是 我们民间就是 就是包括那些 很有思维的乡绅 都利用这个壳 利用这个壳 然后 我就是 我就来 实行这个乡绅 这种 这种民间治治 就这样的就是可以 最大限度的 这个避免 或者防止 这种军阀混战 造成的这种 对 地方社会的破坏 破坏 所以这种 所以 所以你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 所以陶哥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也不是 不是意味着 就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陶哥的这套规矩呢 就不好使了 陶哥的规矩还是好使的 就是说 就以前你 我们讲说 这个乡绅治治啊 它更多是一种 礼俗社会 或者是一种 礼仪 礼仪社会 就是说 它是儒家礼仪那套的 严格的等级 那种 就是我们能看到那种 读书人当家 然后呢 一种等级 秩序 啊 建立在这种 儒家学说基础上的 等级秩序 但是 一旦这个秩序 被陶哥的秩序 一处取代的 这个 被这个秩序 被陶哥的秩序取代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 实际上陶哥中的很多观念 和那仪式 都进到这头来了 这样就说呢 就有一个推大课 就说 这个陶哥社会啊 都讲义气 讲义气 就是他们 这个东西 至少在面上 他们讲的是很 很重的 就对自己人 一定要讲义气 就这个义气 是要对自己 对自己人讲的 这就是四川 为什么无人不陶哥的缘故 就是你对外人 可以不讲 就是当年 义长恒 义长恒 把赵尔峰 本来是杀不了 赵尔峰手 手边有 有一支很强大的卫队 大家都已经怕了 都恨赵尔峰 想杀了他 但是就杀不了 后来义长恒就去跟那个 赵义长恒也是这个新军嘛 他新军出来 是厨人 他军官嘛 他就跟那个赵尔峰去聊 他说原来我也是你 你培养出来的嘛 对吧 跟他聊 聊了就是说这样 我说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 现在说到底谁能赢 是大清就会赢呢 还是革命党可以赢 这样吧 就咱俩做个交换 如果大清赢了呢 你那保我 如果革命党赢了 我保你 行不行 赵尔峰一想也行啊 就这个时候吗 他也窝在这个四川了 赵尔峰是个能干的将领 是个能力啊 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他征伐那个 就是那些藏民的时候呢 也是打了很多胜仗 藏民都很大了 所以这家人也是很能干 但这个时候呢 也是活平洋 因为这个都是 四川全是到处都是 都是这个 那个什么 就乱的 同志会的人 他也确实也很为难 很为难 完了就以上这么保证也行啊 就是咱们的他拉他拉互相 都互相 就是啊 都是 就是 对天发誓 都行了啊 然后呢 这个赵尔峰就 完了这些时候 那说那你 既然我保护你 你就把你的威队交出来 我肯定保护你 那赵尔峰呢 一想就行啊 这小志哥们 他可以说的也道理都道理 你就把威队交出来了 赵尔峰把这一交出来 这个谁呢 这个 然后就把他杀了 所以先赵家人啊 就是他们赵家人 还在 我还认识他们家人的后代 是不跟四川人吃饭的 到现在他们这家人 还是各种这个 说四川人太坏了 但是 甚至这个袍哥 他有这么规矩说 我这两一起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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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我受信誉啊 我对自己人 我对外人 我对敌人 我是不受信誉的 啊 我是可以不讲义气的 啊 他对自己人必须讲义气 这个是啊 就是很 很严格的 这个 这个袍哥啊 就是这个他们 各老会 天地会啊 他们是 呃 他们供的两个人 是最重要的 是供两个人 一个就是那个 关云长 就是关羽啊 他们是关羽讲义气 啊 关羽 他们说关羽讲义气 不是说关羽对刘备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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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怎么好 他关键是说 这个关羽 在 这个 就是三国演义上 华容道士把曹操放了 说为了 你看 为了这个 啊 为了说仗义 就甚至就是冒着这个 因为你这个事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那个 他把长刀放了 那暗道理是应该被杀头的啊 这主公大业 你给 你不管了 但是 就就拼将一死 仇自己嘛 他是感觉这种 就这种劲啊 就是这个 这种就是非政府 就是 被政府排斥的一些组织啊 他最喜欢这个劲 啊 就是 你政府 怎么怎么样 我不在乎 你政府怎么样 我不在乎 我在乎是啥呢 我在乎的是 我们哥们之间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一起 为了我们哥们一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政府的大 大业 可以抛在两边 政府的规矩 可以抛在一边 所以他们追踪关于场 其次呢 他们中那个王伯荡 王伯荡是水塘演义以后 那个也是个好汉 王伯荡是那个 他是 他护了李密啊 就是别人都跑了 都归顺这个李四民了 就 这个王伯荡 是他们这原来王国山的兄弟 他就跟李密 跟谁斗我 都别扯 最后他是 李密被射死 他是他是被打 他是身体去挡着挡着的 所以 所以这个帮会啊 最重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 就是最高的神 最高的神 那么说谁如果不仗义 就请死 就拜完之后 祭奠之后呢 开祥堂 然后当众呢 就给他杀了 他们就叫三刀六洞 三刀六洞 就是说 就是三刀掺进去 前面后 各三个 各三个羊 就叫三刀六洞 啊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不能动自己的兄弟的女人 啊 这个你动别人的外面女人不要紧 你头也行 你摸也行 你去 怎么也都可以 无所谓 但是兄弟的女人不能碰 哪怕你是龙头大爷 哪怕你是堕足 你要是动了兄弟 哪怕一个小兄弟的老婆 你要动了 那一样 三刀六洞 这个 的确他们也 真的要是被抓住了 那你真是跑不了 你要不被抓住 当然也 这个事儿 也有 但是被抓住的是不行 你说兄弟或是累 这个女人是不能不能动的 这两个是他们特别特别讲究的东西 特别讲究 那么有这两个条之后呢 他这个 这个 至少这一坨 啊 这一坨的这个帮会的这个人呢 他的团结还是 这一坨的帮会的人呢 他的 他是团结很能保障 啊 很能保障 这个 这个 本来啊 就是这些 呃 这些川军的这些头目啊 这头目呢 他本来是什么呢 本来就是 就是他是 他觉得这个状况挺好啊 做得挺好 就是 呃 你地方武装是地方武装 我跟着我 第一次 咱们打仗的时候 反正是 我赢了 你们就跟着我 全村都是我的人 你我输了 你们都反叛我 就这样啊 就这样来回来回转 来回转 他举的前景不错 来就不错 这个 后来呢 我们知道那个谁啊 这个 这个状况啊 就后来就慢慢后 到后来就开始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 有一些军头 你比如说杨森 啊 比如说刘湘啊 就开始有些变化 杨森呢 他是一个有特别有野心的人 这个人呢 像狼啊 说的 他们说那个 对 川军 有的人 呃 就是这个 这个 是最黑 新手 这个 手很辛辣的 呃 就是杨森 杨森呢 那他其实不光收了希腊的问题 他主要是 他这个人比较 比较趋心 就是他比较喜欢西门意 喜欢杨玩意 啊 所以最早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啊 什么 呃 就是那个打网球啊 呃 打那个 垒球啊 这都是他一些心起来的 他最新的玩意是什么呢 就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 他想学 他有一度跟吴飞福关系挺好 他想学吴飞福 他要在四川呢 搞出了大名上来 就把四川 搞得现代化一点 啊 同时呢 他也想当四川的领袖 就是我当唯一的领袖 这个川军级投 打仗吧 他他们自己都知道 这个 我不可能 真的就是 变成一个 全川的 这个领袖 但是杨森 因为 你当什么杨森 你们今天 今天赶赢了 明天就输了呢 杨森想干 所以呢 他当头的时候 有大二十年 他当头的时候呢 他当四川 那时候不要赌 就当都里 当都里的时候呢 他开始什么呢 开始搞 搞 搞 新的号建设 就四川 休马路 休马路 你就要拆迁嘛 对吧 你拆迁的嘛 你拆迁 你都给拆迁费 是不是 他不给 愣拆 四川当时有个 五老七贤 就是一帮当地的乡村 也是刨过 他们就往上挺 一直都有事理 挺有事理的 就是你谁来当头 你都多喊他们 这五老七贤 亲自出面 跟着杨森谈 杨森就不买账 就愣把面子给卷了 给卷了 然后呢 就愣 就是在休马路 而且呢 开 开各种 科捐杂粹 四川人嘛 是个 是个比较讲 安语的这么一个 一伙人 他们 他们就平时 喝个茶 打打麻将啊 对不对 喝点小酒啊 大家就过这种日子 你这个 税征多了 我们受不了啊 对不对 于是就 就很烦 加上四川这个 杨森林又比较 那个什么 杨森林又比较 比较黑 他什么的 就是什么都自己独吞 他不像别的 别的军头 即使是打赢了 他也要把这个 利益军单 比如说这个 军军军工厂的武器呢 我们大家按比例纷纷 对吧 自贡严谨的这个 这个收入啊 按比例纷纷 啊 等等 就是他 他都可以分一分吗 可以分一分吗 但是杨森林又独吞了 都秘了 啊 他一个人了 啊 一个人了 然后呢 自己还搞个人崇拜 呃 搞个人崇拜 一般是搞这 一风一俗 就是他 他以前四川 从来没有认真真军过 呃 比如说剪辫子 啊 清朝清过以后是认真真剪辫子 认真的放竹 因为那时候 形成呃 清朝出面有两个运动嘛 一个就是剪辫子运动 一个是放竹运动嘛 女的放竹 男的剪辫子 那四川 从来没有认真 跟人家搞过 他就开始搞 他不仅搞这个 他还不让人穿长衫 说你穿长衫浪费 所以太子军队在大球堵子 谁穿上衫一剪子 女的穿气袍穿一剪子 啊 就挺挺恶心的 然后到处听他的语录 他的语录不像后来这个 呃 我们那时候语录 或者毛续语录啊 什么什么 千万不要忘记 接都扔什么的 就这么一写 他那是这样写 就是杨申说 杨申说 臭大爷爷不好啊 杨申说 呃 我们要放竹啊 等等 就就这种就这种话 到处涨铁 到处涨铁 所以呢 他就很 他很快就是 他就是 他实际上 他他他他最大的问题就说 他他想这种 想想当 全船王 而且 想变一个方式 呃 这个统治 呃 搞点新玩意 他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 原来这个袍哥秩序给 给给碰上了 所以后来呢 很快 尽管他有无恶物之死 全川的这个 这些军统们全打了 这些地板武装也打了 所以打了就 杨申那次失败是最惨的 几乎就是说 他他连那个什么 就是我们讲说 内裤都都 都丢掉了 啊 输得最惨 所以你这个 在这个四川 你要是不讲 袍哥这个秩序啊 是会有麻烦的啊 这个本来 他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打仗啊 他们打仗之间 就是这个袍哥之间都通着嘛 就是都会通通情报 所以都是袍哥都挺方便的 反正这个秩序也挺好 反正就不是杨申觉得 但是这个袍哥呢 你你这样的秩序呢 就妨碍了我做四川王 妨碍了我一统天下 我是想专制的 你这么这么搞 我就不行 所以杨申就给来 想搞别的 后来那个刘湘 这个比他好一点 刘湘呢 就刘湘 刘湘因为 刘湘这个人呢 就是说 他他把他刘文辉打 打跑之后呢 就从成都赶往之后 他们也没载进察觉 就把这个 西康就让给 就是他的小要书了啊 然后呢 各个群头就各 各在一块 他就给你们 包括当时没什么地位的阳身 也给一块 一个个地方 就是防区 使用防区制 这个然后呢 按着防区大小呢 大家分配利益 不管是武器 还是打烟 还是严谨的收入 我们按照防区的比例来分 大家都有一块 啊 这个挺好 有时就刘湘啊 这个人还 这方面还比较厚道 就是他一直 就是川军中 他认为他是最厚道的一个人啊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他也 实际上也是犯了错 啊 什么错呢 就是说 他也想动刘哥秩序 就是 这个刘哥秩序啊 他这个问题在 就就在哪里 就他 他只要他的刘哥自己存在 你就专制不了 就是你等于说 这个县 说你挣钱都盗不了县 县都是人家的 啊 那你就只能扶在 扶在面上 那对你大权在握的人呢 就是心有不甘 就是这个事情觉得 哎呀 这事情 这这哪行 这这这这这这这就 他看不过眼 那个 所以后来刘湘也动了心事 所以后来刘湘呢 是引入了一个叫做 这个孔蒙道 实际上就是一贯道的一种啊 就刘崇云 那孔蒙道啊 刘崇云 刘崇云那个人 属于那个 就是江湖术士啊 会点会点东西 也就是他会看风水 会算卦 完了会和服 会看病 反正这一套吧 都都会 中国就不乏这种江湖术士 所以他就组 他就他就是 他就搞了一个道 搞了一个道 搞了就是搞了一个 民间的叫门啊 叫孔蒙道啊 孔蒙道 然后呢 孔蒙道呢 道徒很多 眼线很广 他他露了几手给刘湘 就是 你看 比如说 比如说他算 比如说 他你也打仗 那边那边啊 怎么怎么样 会怎么样 结果算得很零 其实呢 到底是他算零的 也不好说啊 就是说他的 这个道徒 都多啊 耳目很重多 所以他信息比较多 所以他算 他给刘翔算过 都很零 刘翔就很吸引他 所以刘翔就想利用 这个孔蒙道啊 来取代跑哥 啊 跑哥 因为孔蒙道呢 他有这个 这个迷信色彩 就比较容易建立 个人宠败 这套东西 啊 所以后来他就让刘翔云 把刘翔云捧得很高 很高 这个 让刘翔云去 这个 当他大军师 甚至那个 在那个围剿 那个 就是川北红军的时候 还让刘翔云去 当这个 宗子辉 刘翔云实际上 刘翔云 刘翔云这个算卦啊 啊 他这个情报啊 跟 到时候跟红军打仗的时候 就不零了 因为什么呢 红军那边没有 他的道徒 他没有信息 那就不零了 所以呢 惨败 这个 就刘翔的 尽管是这样 刘翔还是动这个心思 后来为什么 他跟范范儿闹 范范儿云闹 范范儿说反 反的出去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范范儿是刨哥 就是这个 就这个 这个问题 民国这个问题 是很严重的 就是其实 在在民国 就是民国这种 刨 瑞士于刨哥秩序 这个形象呢 是在 其实各个地方 都出现了 不是说 不是说 就是四川一地 都出现了 只是成都不同而已 啊 你比如说 上海的青帮 青帮也是 地方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当地的民间秩序 你说他是邪 是一种 很邪吗 他是邪 他犯烟 但是他 你说他好吗 他是 那个 就是上海的工人 把工 他都给钱 上海的穷人 每年都过年的时候 他都给他派钱 你说到底是 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说民间 就是一个民间 民间组织 民间自取啊 当年国民党在 就是最早的时候 也都加入帮会 像好多像这个江浙的人 是都加入青帮了 啊 青帮 蒋介石也加入过青帮啊 他的老师 陈锡美 也是青帮的青帮大老之一 呃 他们都跟青帮关系很好 呃 都是都是兄弟 但是有了政权之后呢 慢慢就开始出院了 为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 你的权利 如果承认他们的权利 承认他们的自信 你权利就 哎 就隔着那了 啊 你下不去 再一个呢 这些 你说哥老慧也好 陶哥也好 青帮也好 他毕竟原来是 就是准黑社会组织 啊 原来在清朝时候 他们什么都干的 是不是这个 什么贩卖人口啊 贩卖鸦片啊 呃 互相搞暗杀啊 也甚至是搞暴动啊 什么都干的 他属于一种 就是很黑的 就是 跟今天说的黑不太一样 因为他还有些规则 就是他他他不会 他比如他抢东西 他也不会说是谁都抢 他就是这种啊 他有些道有道的规则 但总而来说 他这个就是 不是一个白社会的 这个东西 那么你 那么你作为当政者 你跟他搞得这么密切 那人就会认为 你是流氓政权 对吧 所以呢 就一旦他们这帮军头 做大了之后呢 就不 你像 你比如说像杨绅 他是着急了 他其实还没有 真的统一全川的时候 就开始想分家了 啊 刘强是统一全川了 啊 他就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说我是不是这个 我是不是跟你们分家 啊 我是 我不是把那个洗白了 那么这个情况 那么 呃 我们怎么说呢 你说 说两句话啊 就是今天看来啊 就是这种 就是黑帮 就是不是不是 不要黑帮 就袍哥自虚啊 就是他并不能以黑社会论制 他这么说呢 就说这个 他这个袍哥自虚 因为你想 他是有了什么呢 他是有了这个 这个上流社会的 颤入了 大量的私生颤入了 大量读书人进去了 但是清水袍哥 实际上呢 除了袍哥那些皈依 呃 袍哥这些这个 这个 那些精神以外 那精神也没讲 一起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大坏 大坏事是吧 他其他东西都是跟 那以前私生一样的 这般社会一样的 就说 你有了这东西呢 你你社会就可以维持 尤其是可以维持自治 自治很重要 因为这个社会 你要没自治的话 尤其在一个军人 这个 这个政权的一个时候 一个时候 你要是为了 来个自治的情况 自治都没有的话 这很容易 你就很难这个 避免这个 就是只来自于一个军人 或者军阀混战 这种困扰 你很难避免他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秩序 应该说是必要的 就在那个时候是必要 我不说啊 我们不说 不能说说 他真的好 就是现在有些人说的 好得不得了 他有一些的问题 说 他有个内外之有别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说 讲义气 或者是讲这个细语 都应该跟谁都应该讲 都是人嘛 但是刨哥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要无言辜的讲说 这个刨哥对谁都是那么好 都是那样讲 这是不对的 啊 当然也有刨哥好的 就说真的是 这个 这个什么都不欺负的人 也有 也不是没有 但是确实很杂 这个 刨哥杂 就帮奎老会 什么这个 这个天机会 这个红帮 更杂 就是 这个品流非常杂 什么什么事 干什么事都有 所以你不能说他都好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你这个 他的对这个秩序的维持 就是民间自治的这个 这个维持啊 他还是 他还是有贡献的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 是很有贡献的 那么 这个老百姓呢 你在那个秩序下呢 就是 至少不会 不会弄得很惨 就是不会说 颠沛流离 这不至于 而且你要真是 都是帮 帮中兄弟呢 他你要真正过得过不下去 他也 他也会帮你啊 让你 让你过下去 所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那个 这个 这个 刨哥 呃 这个 这种秩序啊 还是起了比较相当正面的 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 当然这个 这个社会这样的状态 是不可能长期以为下去 长期以为下去的话 那就跟 跟那个现代社会就 有些 有些 就冲突了 但是呢 这个现代社会 其实也需要一些 自治的因素 这自治因素也是需要的 自治说看你怎么去看这个自治 把它自治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形式 比如说你可以 现在后来你可以搞选举啊 搞新代社会这一套 这个 这种逻辑啊 都可以搞啊 就是规则都可以搞 但是 但是这个自治呢 这个是 绝对是必要的 是必须有这个自治的 没有说自治是不行的 啊 是不行的 这个社会 就是说 没有自治的话 如果是 比如说就一个 专制搞压的社会 一排散沙 全原始化的 那对社会伤害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 你什么都搞不了 尤其是搞四党经营的时候 你这个是更需要的 更需要的 就是说 第一 四党经营需要一点 需要自治 啊 就是我刚才我讲过的那个 就是 这个 这个城市化的问题 自治是需要自治的 必须没有自治的 这个形势怎么来 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对不对 他不会说是你这个社会 就冷不定的 突然之间就冒出来 就这个 就自治了 就那不可能了 他必须有一个传统的续接 对中国人而言 这个自治的传续接呢 就是我们 如果从清末 清末续接下来 是四身自治传统 从如果从民国进行下来的话 就在四川 就是刨哥自治传统 这个是一个 是 无可争议变成一个事实 一个事实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就说这个 在这个刨哥在这个 就是到后来呢 我们知道他还是崩了 所以在这个 更强大的军人统治面前 就崩了 刨哥后来就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 猜刨哥如果你是 如果是你是 你是堕主的话 可能就会被枪毙了 正好枪毙了 一般的人也是 历史问题等等的 就是 这个 这个自治传统就被 就被吹垮了 所以说今天呢 他很多人就会怀念 他会怀念这个 刨哥的传统 或者刨哥 甚至怀念 川军 其实 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 就那个时候的人啊 尤其是四川 就是 四川的军阀 混蛋的这么 频度这么高 在外人看 就是了不得了 简直就是你们 就是打成一锅粥了都 啊 你们简直就是一帮 就是一帮混蛋啊 但实际上内部 他们里头 其实没有这样 就是他还是维持了一个 大体安详的 这样一个 这个给村人的生活环境 就是 村人没有像其他省份 比如有一省份 山东 大量逃亡 生百万的人逃亡啊 河南 大批的人饿死 大批的人被站 被打死 啊 都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四川 你看那么 那带这么频繁 啊 这么频度这么高 但是实际上呢 其实 呃 没有死到人 啊 没有死到人 他就是一点 就是说 那四川人当时呢 就是抽牙片的人 比较多 就大家都抽 大家 抽牙片就 就感觉就像那个 就像抽香烟一样 因为 因为穿土 又又又便宜 又又好抽 呃 有的既有烟土 比如说像那个热河的地方 烟土是抽起来 是有发苦的 但是就说是 像像云土 川土是抽起来 比较甜的 又好抽 又便宜 啊 因为你运出去就贵了嘛 在川内很便宜 香烟还便宜 那那个求人家 也能抽得起 啊 抽得起 所以抽员特别多 啊 特别多 啊 这个那个 后来这个张光潮的 红军跑到川北 这个站住脚之后 想征兵 想招兵 就招不来 一看男的 全都打烟鬼 各种各全打烟鬼 呃 换了面法 就找 只好找一些烟银 比较轻的 然后给他们戒烟 然后呢 也其实能戒不戒掉 能不能戒掉 也不好说 把这就招了 当然女兵 因为女人不抽 不抽烟啊 穿妹子比较好 不抽烟 所以说他这个 所以 所以像后来 他们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川军打仗 也是 川军要 比较抽烟的 他就摸到 为什么川军打不过 这个红军呢 也不是川军不能打仗 川军就是 打到一定时候 我要烟瘾上了 我一定要过瘾的 集体要过瘾 就红军就摸准了 这个 你过瘾的 这个 这个时机 然后就趁你抽烟瘾的时候 打你 那 其实那个 其实那个事 是川的 大家日子还 还能过得去 就是没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惨 说是 就是包含 刘存厚 那个 那个小块 然后后来 他斗争 失败了 就跑川北 一个小平静的地方 就当小头目去了 他那一块 就是 横着暴脸 比较厉害 田军玉征 田军玉征 征到了 这个 就是 二零一几年 就那个时候 一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他征到了 二零一几年 就是这个 就是就那个 像那个 江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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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子弹 子弹飞 就是这个 就从 就是典故 从川山来的 但是 即使这块地方 人也没说 活不下去 就真的活不下去 那个 还真的 不是太多 所以富裕的地方 就像城部平原 像重庆巴斯 这人们过得 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过得 过得 还算 还可以 还 还不错 这个 那个 你像卢若福那时候 在那个 这北培搞这个地方自治 搞地方自治 实际上 他也就是 也是也吸取了一些 他有 他是现代化的东西 多一点 但是也是 也是依靠了一些 这个当地的 这个刨哥的 这个帮助 啊 所以北培自治 搞得也很好 所以那时候 就是乡村 就是乡村治理 这一块 实际上这个 四川也不是没有贡献 也有贡献的 但这里头 也有刨哥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份额 啊 所以我们在讲 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 这个川军和刨哥啊 这个后来我们知道 川军就出川了 后来川军对中国抗战 就是很大贡献 因为 因为那时候 中国大很多地方都被 都沦陷了嘛 这个四川是一块 最大的没有沦陷的 又比较富裕的地方 因为之前 我讲了 这个四川的 这底儿都比较好 就是那么多年混战 没有太大的伤害啊 所以呢 一直都不错 一直的底儿好 所以后来这个四川呢 从来这个 抗战的粮食基地 抗战的人员基地 就是 很多这个 撞兵都被抄去当兵了 所以四川 四川这个 后来的军队中 四川的人的比例 就非常大了 就是 抗战的军队中 就是国军中啊 比例非常大的啊 那大比例的 这个川军 所以而且 抗战也做出了 非常大的贡献 这个牺牲也 牺牲巨大 啊 牺牲巨大 这个也是 也是 也是自了骄傲的 啊 但这一头我不知道 就是 无论是那时候的 全军 还是后来的炮哥 还是当时的炮哥 实际上都给抗战 出了很大贡献 你包括范哈尔也是 出来成了 抗战将领了 对吧 他的弟兄都是 都是他自己 他原来都没有军队了 后来就 就到回去 又拉起来军队 这炮哥弟兄都听到的啊 就今天就讲这吧 这个 大体拉扎 讲的多 这个其实也没有 没有一个特别 那个 特别就是 明确的主题啊 反正大家看不 我是对于自治的这个话题呢 我是比较感兴趣 啊 谢谢大家听完啊 谢谢 对于自治的这个话题